上次已经跟大家说了 如舍那佛泛光 光靠前华上佛 所以念念之间 你就要在根本大觉心体上面 这个觉性中如从泛网的开夫 开步处中 念念去不断地去反熏 念念懂得 其实这一切文字 让你体会的就是什么 就是你根本心中 必定觉体的根本的心律 那是从心性上面 看到它的必定的 所有的一切律动 所有的一切庄严 你明白如是所有的一切律动 一切庄严 那个才叫做懂得菩萨界 那才是真正的开始明白菩萨界处 你要明白是根本 心体上的本来的律动 那你在这个律动上面看到的就是什么 就是那一张根本觉体 必定随缘之时的最有一切泛网 你看到如是泛网时 你在那根本心体的本有的律动上面 看到那一张泛网 那全属菩萨界律行 都是那的律行 所以宁宁之间它不可能违背如是律 而且它在一切成就处 那不过都是在为你真相 宁宁彰显如是根本心体之中的本来的智德 所以它叫做菩萨界 所以就在这个菩萨的本来智德之中 于一切现前的所有一切缘起当前 它一定是什么 虽然能够信用出种种似乎缘分之中的感受之中的沉沦 似乎在感受上 有如是感受之中必定的那种气氛之中的不断的衍生跟相续 但是它在这个不断的沉沦 似乎有的沉沦 似乎的衍生跟相续中 它命运之间还是什么 念念不犯 所以这个念念不犯之前就是始终四十八七 因为就算现出就得一切缘起相终 它也念念不会败坏如是根本的信用 因为不会败坏如是信用 所以它在缘起当前 它也不会妄斗真正缘起之中的假象 在假性之上 在做种种彼此的危害 彼此的灵夺 彼此的相残 所以这里面不管始终五或者四十八七 那你要体会到 为你说始终 为你说四十八七十 那都是要你去念念 体会到决体之中的本来的面目 你真能够明白决体中本来的面目 如是在任何决体上 当前的一定的一切变化 演变之中 你看得到如是律动 那才叫做秀菩萨界 尤其是叫做行泛王菩萨界 因为你一定要看到那张泛王 你一定要先看到决体之中 必定能够随缘的安部 那就是凡王 是让你回答了 三十八八 那张泛王金 就是这张泛王菩萨界的一切 这张泛王菩萨界的一切 这张泛王菩萨界的一切 就是三十八